走进萌宠世界发现更多乐趣 Hello 这是萌宠俱乐会 我是小小 主人看到外面下大雪瞬间就有了一个好主意 于是他将哈士奇带到屋外 而哈士奇看到雪石一脸的兴奋 要知道他们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西伯利亚雪橇犬 接着主人就把雪往阿尔哈山上堆 一开始阿尔哈还有一些懵圈 没过一会儿主人就将哈士奇埋的纸露出一个脑袋 这时却看到阿尔哈一脸享受的表情 还憨憨的笑了起来 看着狗子一动不动的任由主人将自己埋进雪中 这小模样真是太逗了 对于雪大家是不是都非常喜欢呢 我们的国宝大熊猫也是一样 看见大雪纷飞这家伙开心的像个200斤的孩子 生活在沈阳动物园中的大熊猫这两天疯了 围着院子到处乱跑 看着地上的积雪似乎在说 妈呀终于下雪了 这时不知道楼上是不是奶爸在搞鬼 不停地往楼下扔雪球 全部都砸在了大熊猫头上 不过气归气还是挡不住熊团子的热情 就这样在雪地中打击滚来 一旁的游客都看傻了 这熊猫发城市该吃药了吧 其实不管是熊猫还是人类 总是对雪有一种特别的情绪 就是特别喜欢下雪天 小伙伴们 你们在的地方现在下雪了吗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关联互动 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 想看更多优质视频请点击左下方关注